那因为新冠疫情的纽约会客室已经停播近两年了 如今随着疫情的阴霾逐渐消退 人们的生活正在恢复正常 我们的节目也再次与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青年钢琴家 陈震欢迎你 谭林姐好 今天我非常非常的荣幸来再次回到这个纽约会客室和谭林姐一起聊天 因为疫情三年其实对每个人的生活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那我想问问陈震 经过这三年 你觉得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各个方面的 就是属于360度全方位都有影响 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点颠覆了我们之前对生活一切想当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包括甚至可以自由的呼吸这件事情 其实都是一件很奢侈的在过去的这三年中 包括到现在还是有一点 所以说我觉得再有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有的人说通过疫情呢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拉远了 但是与此同时呢 因为网络又有人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人和人之间关系又近了 因为有很多没有见的朋友 或者说是之前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 比方说网络上课什么之类的 然后现在都变得可能 然后文化的交流比之前其实反而更频繁 也更容易 所以说我觉得包括对我们表演的人来说 舞台也产生了变化 对舞台的定义 所以是各个方面 我觉得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对于我自己来说 那在过去三年当中 有哪几个画面对你来说是印象最为深刻的 我觉得刚开始有疫情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有经历一段时间的 纽约这边也有经历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封闭 居家的这样一个隔离 当时其实没有太大的概念 对于像我们这种 天天在外面跑的人来说的话 其实当时觉得 这是国家给我们放了一个价 我当时觉得还有点小欣喜 但是后来去 第一次给我比较震撼的是 当时去我家里附近的那个超市 去买菜的时候 然后我看到前所未有的 至少我来美国这么多年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队伍 然后每个人都是 我当时只戴了一个口罩 然后所有人还有很多人都穿的是一种防护服啊 或什么的 我当时就会觉得 哦 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 我就觉得好像我有一点点没把这个太当回事 然后当时就觉得很震撼 就觉得有一种不安 然后有一种没有安全感 本来其实就是想买点吃的最后也在那种环境的影响下买了两车 我自己就推着然后放回车里 就是这是让我后来就是觉得我人生中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见过的这样一个场景 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一次去帮我一个朋友 然后他家住在曼哈顿 但是他因为回国了 然后就回不来了 然后他的家里有一些店啊 还有什么的东西在曼哈顿 他说能不能去帮他去关一下 或者是植物 或者去关照一下 然后我就开车去了他曼哈顿 因为曼哈顿在我们印象中就是永远都是那么多的人 然后永远都是熙熙扬扬 喧嚣繁华 非常过躁的一个地方 然后当时我去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人 我甚至有一种当时就觉得我想赶快离开这个离 就是我每次去曼哈顿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享受的 我觉得无论是街边的小店 光看人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 就在曼哈顿 但是那会儿我就是去了 我本来想的是我下午要去帮他弄完以后 然后可以再溜达溜达 但是我基本上完成了自己该干的活了以后 我就直接开车就回来 因为我觉得那个城市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压抑的 我就是觉得做梦 我都没有想到曼哈顿这个城市有一天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记得当时我去曼哈顿的时候 因为我拍过一些这个 是的 最开始居家隔离期间的视频 我的第一感受是就是灾难片的现场 对对对 就特别像电影里你看到所有灾难片的城市的景象 并且它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就是没有人 没有人 但是你会有一种恐惧感 你会觉得什么事要发生 或什么事已经发生了 对 然后你要赶紧离开这里 因为它不太像是我们会在日常生活中遇到 然后再有第三个画面 我觉得就是今年年初的格莱美吧 就是一个对我们医院来说的话 比较盛大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第一次就是经历了两年多的疫情 然后再次回到了一个近万人的剧场 然后当时看到那么多的人 然后大家都没有 打疫苗了吗 我打了但是我不知道 戴口罩了吗 我戴了但是我又摘了 因为真的是有peer pressure有压力的 因为大家都不戴 然后大家都打扮得很漂亮 我觉得就是属于有可能大家都忍了太久 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都拿出来了这样子 就大家争取的 我也没有一个人戴口罩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戴着口罩 就是觉得格格不入 对格格不入 所以在那种压力下 我不得就默默的我就摘掉了 然后心想哎怎么样怎么样吧 反正就是既然来了就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当时给我的感觉有一个错觉 就是疫情已经过去了 因为所有的现场表演开始了 所有的音乐人又都坐在一起了 然后观众 明星 然后包括这些所有的人 大家都到一起了 然后就好像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大家当时关注的也是音乐上的事情 也好像没有人再过分的去过度的去关注这个疫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三个画面吧 就很冲击在过去中够留下很深的印象 其实你这三个画面呢 也组成了大概这个新冠疫情 在我们纽约人心中的一个时间线 可以说所有的纽约人 对于疫情感受最深 或者是冲击最大的 就是美国疫情的初期 也就是纽约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2020年的三月份开始 大概持续到五月份 我们才稍微可以放开 因为之前都是居家 所有的场所都关门 那即便是在那样的环境下 其实在音乐界 在艺术界 艺术家们也在用他们自己不同的方式 用艺术来丰富大家非常孤独的这种隔离生活 是的 因为作为音乐人来讲 我非常理解的就是说 观众们需要表演 需要精神生活这样 但是作为表演者的话 我们也需要舞台 我们也是需要观众的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怎么说呢 我们和观众之间的交流 因为你只是一个人在台上演 或者你一个人在这去做这个节目的话 我觉得做这个表演的话 你是很难 当有人在看你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现场在看你的时候 大家一起呼吸 然后调动整个场面的情绪 所以对表演者来讲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段时间 我当时是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和纽约爱乐的 因为我是在纽约爱乐 每年谈他们的室内乐的那个音乐会 当时我们纽约爱乐的音乐会是3月12号 然后就是在我们最后一次排练 还有三天就要谈这场音乐会的 前一天晚上跟我们说这场音乐会取消了 所以基本上我那天把西服都已经挂在外边了 说第二天要用它 然后再去演 结果就取消了 那是我后来的第一场音乐会被取消 然后后来 后来安排的很多事情就都被取消了 包括有些回国的事情 那就更不用提了 所以说后来我就是觉得 这个对很 包括白老会的我一些演 我一些朋友的演 我一些朋友他们在白老会去唱的这个音乐剧 包括歌剧院的一些音乐家朋友 音乐会一场一场被取消 我觉得这个对于音乐家来讲 很多音乐家来讲的话 其实是致命的 对 所以说他们后来就 怎么说呢 音乐家也是很乐观的嘛 然后大家就通过各种方式 像在阳台上唱啊 对 像说阳台上唱啊 或者视频上唱啊 或者说是开直播号啊 或者什么之类跟大家交流 我觉得慢慢的 大家也得面对这种现实 因为在所有的事情下面 生命是最重要的 安全健康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对于我们音乐家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是发现了很多 梦奇妙的 或者说是之前 甚至都从来不敢想象的方式 去传播我们自己的音乐 和我们的观众有一个新的互动 这个样子 嗯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是这种新闻画面里面 就是有一些歌唱家 在自己阳台上放声歌唱 还有就是在疫情 大概是五六月份 就没有多久的时候 开始有人做线上的音乐会 而且是非常专业 只不过底下没有观众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 怎么说呢 就是艺术的生命力 它可能就是随时随地 它都是可以生根发芽 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人们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抒发自己表达自己 尤其是在人们个体 个体被孤立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需要以不同的方式 来进行这种对话交流 尤其是这种精神上的养分 不能缺少 对因为后来经过疫情了以后 其实反而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和思维模式 之前作为音乐表演者来说 我们当然信奉的就是 你一定要来到这个 观众现场 对 当然那个是必须的 当然那个是不可替代的 大家一起呼吸 一起感受这个音乐 带给你的这个激动和感动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很多大师 很多名家的音乐会 他会频繁的通过直播 或通过线上的方式放到网上 反而拉近了很多 有可能没有时间去看演出 或者是没有这个条件 条件 因为你要到现场 你可能涉及到机票 酒店门票 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要是这样看的话 反而音乐通过这个疫情了以后 表演艺术更加贴近了 更大众化了 更大众化 反而对于音乐家来讲 也是好事 其实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相当于 可以让他的音乐 被更多人欣赏到 而不再只是说 比方说纽约爱乐 那有可能只有纽约当地的人 可以去欣赏 但是现在通过他们直播音乐会 或者是很多线上的这种活动的话 全世界人都可以听到 无论你是在很富裕的 有可能这样的一个地区 或者说是相对来讲 比较偏远的这样的地区 你只要有一根电线 你都是可以欣赏到现场 全球人民都可以欣赏到现场的 这样一个音乐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觉得这个是 打开了人们的一个旧的思维 然后并且效果也是不错的 对 当然我们还是鼓励 人们去现场去听音乐会 尤其是作为一个音乐 音乐从业者来说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相当于音乐又在疫情下 拓展了一个更宽更广的 这样的一个条件 我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人呢 他还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疫情之间 我也看现场音乐会 我也听音乐 但是呢 我就大概在两个月之前 我看过一场音乐会 也是就朋友的小孩表演 请我去 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剧场 但是这是我疫情以来第一次 所以当时当你坐在观众席上 周边有人跟你一起看 然后你能够很真切的 因为我们说通过摄像机 看音乐会是 他让你看啊 你看啊 是的 你自己看音乐会是 我可以关注大提琴 或者是小提琴 或者是指挥 就是主动权完全在我手上 这是一个 就是你跟表演者之间的互动 还有一个气场的原因 所以你把自己置身在那样的环境当中 你对你和音乐之间的碰撞 又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说新场艺术是非常个人化 对 跟你个人的经历啊 或者说跟你个人的这种情感 是有非常紧密联系的 因为现场音乐它有一种 像我之前我的老师跟我说过 我觉得蛮贴切的 音乐家像一个魔术师一样 你要把整个这一个屋子的人 用你的音乐去笼罩住 然后你创造一个幻境 然后让所有的观众笼罩在这个幻境里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他们自己去做决定 他们在这个幻境里所看到什么 但是你是这个魔术师 当你最后一个音收掉的时候 你把这幻境收掉 所有人仿佛做了一场大梦 如梦初醒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这个是现场音乐 确实现场表演 所无法替代的一点 好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晨晨 之前我们有聊说这个疫情 让音乐演出更大众化 那其实呢 音乐教育在这个疫情当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不只是音乐教育 其实在疫情期间 所有的教育模式都在往线上走 无论是说我们学校的传统教育 还是一些舞蹈课呀 音乐当然了 还有画画呀 包括很多其他的课 我看到老师都有在网上开课 我觉得对我们音乐表演 或者说是整个表演类 我觉得会更挑战一些 因为我们不只是一个知识的传播 我们还有一些肢体语言的动作 然后包括感觉 你像我们在一对一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着学生的手 然后用这个方式去帮他去触见 然后让他去感受到 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肢体上或你的神经上 应该是怎么样动 但是在视频上课来讲的话 这个是无法做到的 对 然后就算是旁边有家长 或者说一些大一点点的 这样的一个人去帮着这个孩子 去做这方面的这个帮助的话 那个大人的时候 他也不太知道这个力度 应该是怎么样 他只能做一个动作 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力度 而专业的老师的话 他可以 在这方面上来讲 因为有种种方面的限制 所以我们认为 在之前认为 网络课的音乐教育 是没有办法可以进行的 除非你的网络课 只是传达知识 你比方说 贝多芬那年生的 讲下理论 对 但是这些东西的话 你知道的再多 也影响不到你男性 那些是锦上添花的事 如果没有锦的话 你这个花也没处 你添不上去的 对 所以说 但是经过疫情以后 我自己本身是从 三月份一直到九月份 我上了六个月的网课 2020年 对 2020年就疫情刚开始 因为学校那三个月 像您刚才所说的 三月到六月份 就已经是没有上 没有线下上课的 然后再加上六月到九月 又是一个暑假 然后所以就整个这一段时间 我所有的学生 都是线上课 我对于我来说 是非常挑战的 我光设备就换了好几套 因为我觉得 这个听不清 那个应该再好一点点 然后无论是从电脑 然后iPad 然后耳机 不同品牌的耳机 然后话筒 我就换了好几个 但是后来我最后发现 就像音乐家线上演出一样 只要你想做这件事 你是可以找到一个方式的 然后我很惊喜的发现 六个月过后 九月份 我们回到了自己的studio 重新面对面去上课 我的学生反而在那六个月 当然也因为大家没什么事 感恋情有可能比较多 但是进步都很大 进步都很大 所以其实我是一个 对网络课非常有偏见的人 在之前 后来经过这段事情了以后 我是非常 怎么说呢 开放的态度 因为最早之前我在美国 然后我有一些中国的朋友 也发出来 能不能听一下 我说没有办法听 有没有办法听 这个视频达不到就是 对 现场的效果 对 然后后来经过了这个 疫情了以后 现在再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我就可以很欣然的 我也很自信的 我就知道 就算是视频上课 我也可以offer 我也可以去提供一些很有用的信息和知识 我也可以就是帮助到很多 比方说还刚开始学琴 或者是需要帮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 琴同什么之类 我觉得在这方面上来讲的话 我是还比较有自信的 所以接下来 无论是有什么网络类的课程 或者什么之类 我一直都有在非常开心的做这件事情 那对于你来说 尤其现在 我们说至少在美国 大家的生活 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 那你觉得像这样的线上教育也好 或者音乐教育也好 它还会有存在的空间 或者说价值 或者说它的优点吗 我觉得会有 首先第一个就是通过这次疫情 就像刚才我说的音乐家和观众的距离近了 有可能你之前不认为 你可以听到谁谁谁的音乐会 结果他现在在网上开直播了 那就是很容易的 同样的在教育方面是一样的 有可能你之前不认为 你可以跟谁谁谁去上课 甚至你都没有机会去听他的大师课 因为有地域的限制 但是现在如果他在网上有开大师课 或者说是他在给他的学生上课的时候 他开了直播 这种公开的大师课 你就可以点进去去听 有可能他所针对的那个问题 并不是针对你的 而是针对这个正在演奏的这个学生 但是很多问题在演奏中来说的话 对我们学音乐来说是通病 所以你也可以从那里边挑取到 你自己可以帮助你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然后再有就是你也可以通过网络 现在预约很多 比如很多平台 去预约一些大师课 或者预约一些你认为之前 不跟你在一个国家 不跟你在一个城市 有可能你认为上不了的课 我觉得通过这次了以后 对我们这些音乐从业者来说 无论是表演的还是教育类的 大家的那个思路都打开了 就是之前有很多 这个我不做 那个我不行 现在都OK 都可以 就现在大家我觉得 反而通过这件事情了以后 大家没有限制了 当没有限制了以后 就会有更多人受益 我觉得这方面它会持续的 就算是疫情彻底过去了 当然我还是这句话 线下上课 它的优势是物以伦比的 但是并不代表线上上课 就没有意义 它还可以很大程度上的 把很多人解决掉很多的问题 那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是 两个孩子的母亲 而且我的小孩 尤其是老大也到了这个 学各种才艺 我们说的时候 我也最近开始让他 就是有学钢琴 当然我也和其他的一些家长 有过交流 我觉得很多家长呢 可能在学艺术 或者学才艺这个问题上 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那我想问问 作为这个自己是音乐家 从小你自己学音乐 到现在你又从事音乐教育 在你看来 大家学音乐 学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学 我觉得学音乐 首先 如果你的想法是说 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 从事这个行业的话 当然这个是非常少的 我认为 大部分的都不会这样 但是如果你认为你的这个 你想让你家的孩子 是以后做这个行业的话 我觉得你要准备好 吃很多苦的这样的一个 因为他音乐并不是说表面上看上去 就像我真的有朋友跟我说 啊好羡慕你们这个行业 就坐在台上就好了 动动手指头就好了 就真的会有人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体力活 然后也是个脑力活 就是一场音乐会下来 其实真的是你会很长一段时间 你都不想说话了 因为他那个精力和脑力的消耗 对 所以说很多家长 其实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他就认为 我就是感觉这个行业看上去还不错 然后我就希望他做这个 或者说是自己非常的喜欢 所以首先家长要有一个非常 充满智慧的眼睛 看看这个自己的孩子 是否对这方面是否有兴趣 兴趣是必须要有的 天分也是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兴趣是要有的 如果这个人对这件事情 是完全没有任何兴趣 甚至连看都不想看 你比方说我 你要让我去学体育的话 我觉得不会学得很好 因为我真的是连看都不想看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办法 然后最主要 我认为一个孩子学音乐 我们家长其实最主要的 需要培养的是 有一双可以发现美的眼睛 我觉得很多人 咱们都看过五线谱 其实你光看五线谱的话 它是非常混乱的 密密麻麻的 甚至有人看着都觉得头疼 但是学音乐的人 你要有一个办法 就是从这一大堆混乱中 你找出它的和谐 你找出它的画面 你让这一大堆混乱中 找出一个秩序 然后把它重新排列 按照我们人比较习惯的 逻辑思维去说出去 我觉得它提高的是 一个人的控制能力 一个人的组织能力 一个人可以发现一双美的眼睛 然后可以从一大堆混乱中 找到秩序 然后在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 都可以稍微的从容一点点的 这样一个心态 我觉得如果一个孩子通过学情以后 慢慢的得到了这几点的提升 那就够了 我觉得这个是最最最重要的 其他的我觉得就一切看 看这个孩子自己 或看这个家长自己的要求 其实我自己也学过教育专业 我在学教育的时候 我专门有选修一些课 就是对于青少年研究的 里面就有个分支 是讲人类大脑的发育行程 其实孩子 他的大脑要一直到25岁 才完全发育完 而且你小时候的经历 基本上决定了你的大脑会如何构造 它就像电路一样 它有什么样的经历 它就会怎么样去连接 所以它在不停成长的同时 它的经历同时也在塑造它的大脑 我不好说是因为聪明 才弹琴弹得好 还是因为弹琴弹得好 所以才变得聪明 因为当你知道 这是一个相互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让孩子学情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能够培养他的手眼的协调能力 然后对于这种音乐的 基本的一种审美 因为这个可以终身受益 你人生不管你做哪个职业 你都不可能只是枯燥无味的 并且音乐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点 就是自我评审 因为大部分的时间 你在练琴的时候 你要听自己的声音 你要去 你知道人 我们人最重要的 最难的一点 你不觉得就是自我 去批评 我们有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 就是我们不习惯自我批评 但是学音乐这件事情 你首先要学好这个件事情 你要不学会自我批评 你没有办法联琴 因为你找不出来你自己的问题 你觉得你哪哪都好 你就只能七天以后 去老师那去帮你找问题 那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其实音乐它长时间的 我不光是音乐 任何表演的艺术 它时间长了以后 它慢慢的会形成这样一个逻辑 就是在我把这件事情 交出去给别人之前 我先有一轮 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评价 或者自我的这样一个 不能说批评吧 但是审核 这样的话 可以让你往往交出去的东西 别人觉得 就已经不错了 无论是在哪个行业 我觉得这个也是 是很好的一个点 培养的一个点 它会让你形成一个习惯 因为钢琴是每天都练的 对 它必须要每天都练 是 我们说这个你一天不练的话 自己知道 三天不练 大家都知道 对 确实是 而且我知道你现在也开始 在曼哈顿音乐学院附中任教了 对 那对于这个新的工作岗位 对于你来说 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 或者是说一些新的挑战吗 挑战是有的 因为首先第一 就是之前的老师 现在变成了同事 所以说我会觉得很 每次进去的时候 还是有点腿软 就因为这些人都太有名了 我们都是从小看 然后后来 现在变成同事 跟他们在一起工作 我从心情上来讲的话 我还是很 很很很 珍惜 然后也很humble 就是保持这样的一个 比较尊敬的心态 对 然后对于学生来讲的话 因为他们已经选择了 进入附中 所以说也就相当于 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 决定他们想在这个专业 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成绩 所以我会